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每一个表演每一个舞台的观众的话 其实每一首歌每一个节目都是应该对这些观众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负责的 那会不会多了一分亲切感呢 还是觉得来到春晚的这个演播厅还是会很很庄严 那还是亲切肯定是有的 有的有更加亲切一些 但是更多的还是庄严 然后希望自己别出错 我记得你第一次去春晚的时候 就只会只敢偷偷的在圆桌上拍了一个水仙花 对 现在会不会敢自拍呢 的人就觉得很放松 也不会那么放松嘛 就对 毕竟对 还是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做到不出错 我觉得就很好了 对 然后今年的节目也是和很多朋友同台一起表演 大家就是聚在一起排练的时候 会不会场景非常热闹 对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有好看的舞美 有好多好多的舞蹈演员 然后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歌手在一起表演这个舞台 所以才会让这个舞台表现出来 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所以蛮喜欢这个舞台 那和其他一些小伙伴一起排练的时候 会不会碰撞出一些特别的故事 碰撞出特别的故事 碰是碰了会儿 但是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出来 对 就会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一会儿要打个 就是如果余光你发现我转了头的话 你就跟我点点头 不然的话我怕就是 如果我看了你 你没看我就很尴尬 或者你看了我 我没看你很尴尬 但我也会看 如果那个左右邻里 就是如果这个 给我转了个头 我也会用余光注意一下他们的这个眼神 默切度打配合 对对 但是有时候 你知道吗 就只要一发现他转头的时候 你就跟他对视 其实有时候也还蛮好笑的 就蛮有意思 然后前段时间是去了土豪大会 从土豪大会回来以后 为什么散开了呢 就是其实 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吧 就是有很多人 他在意的并不是这个东西的事实是什么 而是在意你做过什么 他不在意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他只在乎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想到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 我能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就可以告诉自己 不用太在乎 然后大家都说 你干对你的土豪太狠了 私底下蛋哥有没有跟你道歉或者解释呢 没有蛋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蛋哥是个非常好的人 嗯 我觉得蛋哥的土豪不狠 不狠 只是当时的我 可能一下子确实有点懵 但是 我觉得 挺好 挺好 因为我觉得做艺人嘛 嗯 所以 得到的东西多 承受的东西也得多 多倾听 嗯 还有春晚结束后 是马上回家陪护女 还是要自己工作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工作安排是 首先 别的工作先停掉 嗯 然后看看能不能 可有 买到机票回家 然后2018年是发布了自己的新专辞 然后所以对2018年自己的音乐 创作进展还算满意吗 嗯 18年的音乐作品 那么 其实整体来说 我是对这张专辞是满意的 嗯 等于等于自己在操刀 做所有的制作工作嘛 嗯 其实2018年的整体的 整体作品我觉得它是满满意的 从Namana 开始到整张 孟不落雨林的所有的歌曲 嗯 有一些特色的 有一些 有一些 抑郁风情 但我相信这张专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 因为 嗯 对我来说 每一张专辞就像个孩子一样 嗯 对 它是我的三胎 然后很爱它 然后呢 抱着满怀的希望呢 我现在在制作第四张专辞 但是 其实在制作过程中间我参与了一档节目 这档节目里面我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 我现在希望自己能够有时间去填补这些不足 在这个填补不足的过程中间我就肯定会要伴随着学习 那可能学习需要消耗一些时间 让我们看看怎么把我跟团队来商量 怎么把这个时间和学习和工作安排的非常非常恰到好处 然后再出最稳最好听的 也是最值得期待的第四张专辞 嗯 听说你想要创办的Mupop电影节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对 Mupop的概念其实就是中文家 嗯 共创和融合 嗯 那我这次参加那个节目以后呢 我发现其实每一个制作人 每一个音乐人 嗯 都需要机会跟舞台去展现 去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自己的音乐 嗯 我觉得既然自己有一些影响力 那我就 尽一些绵薄之力 去和他们一起去构造一个 大家一起欣赏音乐 跟音乐相随相伴的这样的一个 氛围跟环境吧 这是不是您参加多档就是音乐选秀节目后的一个想法 其实音乐节目我是第一次参加 极客电影这个节目是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对我来说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我也真的尽了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可能 嗯 本来 嗯 可能有的时候不拍摄的时候我也会 尽我自己所有的权力去跟 所有的制作人去交流 去探讨去制作 因为音乐对我来说 好像就是 那份精神食粮吧 嗯 还有新的一年 有对自己的工作 还有什么未来有什么安排呢 新的一年我希望 自己能够更多的 专注在自己 想要做的领域上面 然后认真的做好自己 然后做一个开心的自己 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嗯 做一个强大的自己 嗯 然后因为快过春节了嘛 现在很多时候很多商店啊 还有地方都会循环拜年神曲 哦 新年那种新年各种贺岁曲 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呢 这是你们刚刚听到的 我们刚刚一起合唱的歌曲叫 中国喜事 中国喜事 哦 您能不能帮我们哼唱两句 嘿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你 春风的一马鸡翅 恭喜恭喜你 好 谢谢一星 好 谢谢